还有一个什么呢 大家我需求讲完了 你也没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是吧 那你怎么知道我日志里边的 这个类型怎么判断呢 日志里边每一个字段 比如说金额是哪个字段呢 对吧 什么样日志才算是充实成功的日志 这是不是都是问题啊 对吧 那你那问题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里边有一个解口日志规判说明书 在这里边啊 我们这边有很多种日志类型啊 有订单创建的日志 还有支付请求的日志 还有支付通知的日志 有充值请求日志 还有充值通知日志 那这里边我刚才提到过 我们所针对的日志是哪一种日志啊 是不是充值通知的这一类日志啊 我们只针对这一类日志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一类日志里边在这里边描述了什么呢 描述了我们这一种日志 也就是充值通知日志的字段 每一个字段的类型是什么意思啊 每一个字段代表的是什么含义 因为我们那日志里边存的是不是阶层的 对吧 阶层里边也会用也会携带这个id的啊 你会携带这个id的啊 每个id代表什么属性啊 代表什么意思 这里边都有啊 我们看一下 那如何去判断咱们的日志 它是属于充值通知日志呢 我们只是要拿出这个字段进行判断就行了 只要是充值通知的日志 它的service name的这个字段的值肯定就等于它 OK吧 这是写词的 只要这个service name的值等于它的 它肯定就是充值通知日志 OK吗 啊 根据这个字段判断的service name OK吧 嗯 还有 刚才我们是不是讲的 还有一个是统计 每一个省的这个充值成功的订单量分布情况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什么呢 Provence code Provence code是什么 省份的编码吧 对吧 有这个省份的编码是不是就能查到对应的省份的名称啊 是意思吧 那从哪查呢 从哪查呢 这里边没看人家写的大字的吗 参照复录吗 复录在哪 复录是不是在这呢 这里边有一个省份编码对照 是不是啊 100代表的就是北京 200代表的就是广东 OK吧 这是不是就省份编码了 对应关系是不是就有了 这就有了 好 我们再看 这里边我们有可能还会用到什么字段呢 这里边我们还会用到一个字段 叫什么呢 我因为我们那个报表上还要统计 啊 充值的平均时长 是不是 那平均时长怎么统计呢 充值的平均时长咱们是这么统计的啊 也就是你接到的这个充值通知的时间减据什么呢 减据它充值的时间 就是充值开始的时间 这一减就能得到这一笔充值的订单 它所消耗的一个时长是什么时间 那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接收的充值通知的时间 那它这个充值的开始时间在哪呢 开始时间在这里 在这个request的id里边 request的id它的前17位 就是我们的年月日十分秒 一直到我们的毫秒 ok吧 你用这个时间减据这个时间的什么呀 前17位是不是啊 一减是不是就能得出一个时间差啊 但是你在减的时候 是不是先应该统计一下这两个 先应该把这两个时间单位先统计一下吧 对吧 是这意思不 啊是这意思 你要把这两个时间转成相同的时间单位 才能进行相减 是这意思吧 你能直接减吗 不能吧 你比如说2017年减去什么呢 比如说2017今天是什么呢 2017年11月15号 对吧 11月15号 那我减去2017年11月14号 我问你他们之间隔了多少分钟 隔了多少分钟啊 你这两个值一减的话 是不是会得出一个一啊 对吧 难道他们之间就隔了一分钟啊 是不是隔了一天呢 对吧 你应该用一天乘以24小时 然后再乘以一个60分钟吧 所以说你应该把他们的时间单位化成统一的单位再进行相减才是对的 OK吗不能直接相减 明白吧 这个都清楚了 好这个啊 这个啊记住了求那个评求那个比如说求这一个单子的他所耗时长就是用这个接收到的充值通知时间减去他的request id的前17位前提是你要把这两个时间统一成同一种时间单位OK吧 好再看 这里边我们还要统计什么呢 比如说这里充值定单它到底是充值成功了还是没成功怎么判断呢 这里边有一个字段叫做business rst 业务结果如果这个字段他的值等于四个零做说明这条充值肯定是充肯定是成功的OK吧 明白了吧 好 我们再看那充值的金额在哪呢充值金额是不是在这呢 对吧 一个chart fee啊就这个字段 它是一个充值金额字段 OK吧 好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 还有一个手机号这手机号反正我们也用不着是吧 因为我们没有根据人个人的统计是这意思吧 没有针对个人的统计所以这手机号我们也用不到 OK那基本上需求我就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啊 直到这个这个说明这上面都有啊